大臣软臂真君庆典在11月底要登场了 花莲市公所每年都结合不同的大臣文化 举办一系列的传承课程 去年是带大家来动手做大臣年糕 而今年呢 则是邀请到大臣的长者蒋邦林老师 带领大家来玩大臣牌 也就是花牌 要重循早期的桌游文化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前往 体验了大臣牌艺的乐趣 大臣人特有的牌艺文化脱胎至江浙挖花牌 在大臣人的休闲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蒋邦林老师说 村里老一辈的人几乎都会玩 不过随着老人家凋零 现在要凑逐一桌实在很难 现在已经逐渐凋零了 我们因为92年我退休的时候 那个我们老人馆里面最少每天中午两桌 然后看的人有十几二十个人 那现在要凑成一桌 都已经很困难了 那像我这是 我七十几岁了 我是最年轻的一辈的那个玩牌 市长魏嘉贤表示 为了传承大臣的记忆和历史 市公所每年都以不同的文化主题 来开办教学课程 希望让大臣的文化永续传承 今天我们在大臣文化 也是一系列的在推动我们花牌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长辈 带领着我们花园市的朋友们 一起来学习花牌 这花牌也是大臣文化的一个 非常有趣的生活之一 那过去大臣岛上的居民 还有来到台湾的大臣居民 他们很多长辈都是靠着这样子的方式来联誉 彼此之间的感情 那又跟麻将又不一样 它是非常动头脑的一个游戏 所以它也非常适合我们一些长辈 在动动头脑 然后预防老人痴呆症 那我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能够把这些过去的一个牌役 传承给更多的年轻人 让他了解到过去大臣文化的一部分 那也希望我们持续的在办大臣文化节的部分 也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明白过去的历史跟文化的内容 七号校五的花牌教学课程 不只吸引年长一点的大臣乡亲来体验 年轻的一代也感到有兴趣 前来学习 是懂非懂 所以这个牌是我们大臣的传统的话吗 是啊 是啊 很难吗 很难 什么时候玩 你还是平常消息 像我先生他们有时间 有人那个 人够了他们就完了 就没有在网路上看到的 对然后就想说就是来花莲看一下就是在地的文化这样子 对对对 看懂吗 看不懂 稍微会懂一点点啦 对对对 可是听起来很复杂 对 有趣 蛮有趣的 就是来这边 会觉得听他们就是会说 他们讲的话都听不太懂 呃 妈妈那边是大臣人 对 然后现在回来 然后想要多了解一下这边的文化 嗯嗯 美味 你有玩過嗎? 沒有 媽媽應該有 正在了解中 有點困難 我沒有上過場啦 但是我有點概念 玩玩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他這個 他這個要跟天酒排 要有點天酒排的組合 天酒排的組合 所以天酒排你要有一個概念 比較容易上過 不會很難 真的講不開也不會很難 就算分數 算分數比較難 109年軟臂政軍文化季 在11月26號要登場 今年也會推出大城排役比試 冠軍可以獲得 一級棒獎2000塊錢的禮券 在11月12號可以開放報名 市長郭嘉賢歡迎鄉親 11月26號一起來體驗 大城文化祭典享用大城美食 這也不會幻視報導 這也不會幻視報導 我們會播放 最新的路線 我們會播放 在11月17日 我們會播放